你可能无法相信这群制服统一,动作整齐的人,早在数月前已经全部死了,他们现在其实是由神秘巫师控制的活死人,出现在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杀死圣日制药公司的高管金理士。 虽然警方早早就得到消息,已经不下天罗地网,可这群活死人,行动敏捷,力量大于常人,只但对他们也毫无作用,轻轻一跳就是好几米,像上师却比上师更加灵活,警方的第二层防御很快又被突破,活死们向着应急楼梯跑去,目标人物经理事件了,瞬间被吓破老党,打算前往地下室乘坐警车逃离, 可就在他们关上电梯门的一瞬间,恰好比已经上楼的活死发现,还在爬楼的其他活死顿时停下脚步,犹如另行禁止的士兵一般,纷纷朝着楼下直接跳去,警方刚带着经理事逃离公司,活死便抢了一个出租车队紧随其后,他们脑子里可没有超速的概念,几乎就是自杀式难截,在所有街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,警车很快就被出租车队围得水泄不通,活死们打破车窗, 这群活死人,这群活死人到底从何而来,为什么要追走制药公司不放呢?故事还得从三天前说起,这个男人在公寓中惨遭杀害,他是生日之人的? 事业公司的一名研究员,事件结果表明,死者体内发现大量麻痹性病毒,而杀死他的凶手,居然是一具三个月前就已经死掉的尸体。 对于这起诡异的凶杀案,知名新闻记者阿珍最有发言权,他写了一本关于棒法的热销书,此时正在电台接受采访,棒法指的就是根据一个人的照片,或者其他随身物品,便能施法诅咒,让其死亡的法术。 节目进行到一半,一名听众打来电话,对方自称是诡异凶杀案的主模,想利用阿珍的知名度开一场直播,阿珍觉得这是一次提高报社知名度的好机会,于是开始研究起这起凶杀案来。 凶手手腕上有一个奇怪的图案,让他有种熟悉的感觉,尤其是同事打开一段巫师的视频后,阿珍瞬间想起了已经失踪多年的小妹,她是一名真正的棒法师。 几年前,阿珍避一个相当厉害的恶鬼缠住,小妹为了救她,便把恶鬼封印在自己体内,从此以后就人间消失。 阿珍经常会梦到小妹帮自己斩妖出谋的场景,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,阿珍在酒店里布置好直播现场,警方在四周也布下了天罗地网,约定时间刚到,一个身穿灰色上衣的男子出现。 在直播镜头前,男子很干脆地承认,自己是能够操纵尸体的尸咒人,之前的凶杀案就是他干的。 不仅如此,米隔两天,他还将陆续杀死三个人,分别是圣日制药的经理师,李专沃以及辩会长。 要阻止他杀成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圣日制药的一把手辩会长,必须在阿珍的采访下,亲自为自己放下的过错道歉。 说完这些,这名男子直接抓住阿珍做人质开始逃跑,可这里早就被警方布下天罗地网,他自知无法逃脱,居然在众梦魁魁之下化为一具尸体。 这场诡异的直播瞬间成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。 生日制药公司手装其冲,内部乱成一团麻,目标人物经理师已经吓破了胆,嚷嚷着,赶紧让辩会长出面道歉。 和辩会长的女儿小慧当场表态,让他的会长父亲直播道歉,根本不可能。 这将会对集团的声誉造成毁灭性打击。 这么严重的社会事件,警方也很快接入调查,他们联系到了一位住宿方面的专家,从尸体上面找到不少线索。 在韩国有种咒术能让死人重新站起来,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说话。 人们将这种神奇的尸体称作在此椅。 此前遭遇的两具在此椅,身上都有一个圆形图案。 专家断定这是印度尼西亚巫师的司法手段。 可这国外的巫师为什么要针对韩国的一家制药公司呢? 警方已经来不及寻找线索,因为在此椅,约定的杀人期限就要到了。 只见目标人物所在的生日制效公司李商城外商城,比安保人员和警察围得水泄不通。 可经理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毫无悬念惨遭杀害。 亲眼目睹了全过程的李专务,整个人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 这群活思的下一个目标便是自己,连特警都拦不住的存在,谁又能逃过他们的追杀。 面如死灰的李专务,转眼找到辩会长,哭哭哀求对方赶紧道歉吧。 想不到辩会长说了句奇怪的话,人都死了,难道让我向尸体道歉吗? 失望透顶的李专务离开时,恰好遇上老编的女儿小慧。 想不到她作为集团的未来接班人,也是一副指高气扬,不知悔改的模样。 李专务对公司彻底失望,只见她连夜来到警察局,将制药公司的所作所为全都供了出来。 一桩残忍又方断的往事,终于浮出水面。 原来美国想利用病毒开发化学武器,便找到生日制药公司。 面对大警主的要求,公司找了100个无家可贵的流浪汉,做起了活体实验。 可实验的副作用让他们都送了性命,其中有一个来自印尼的小女孩。 在她死后不久,有个倒是模样的印尼男人来到韩国打听消息, 之后她和那100具尸体全都消失不见了。 生日制药的经理是李专务以及老辩会长,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 同时也成为了受害者亲人的报复对象,想被这起重视杀人案的主模,就是这位来自印尼的巫师了。 交代完一切,李专务便选择了自杀,用她自己的方式对那100名使者表达歉意。 目前最主要就是抓到幕后的巫师,阿征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。 突然想起巫师师数,必须要有活尸死亡之地的泥土作为影子。 看来巫师最有可能的长生之地,就是当初的实验室了。 于是她立刻带着警方的朋友王警官前往调查。 他们在实验室的墙上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图案,阿征有些不明所以, 她确定这肯定和巫师有关,说明他们来对了地方。 果不其然,转眼间就有许多活尸突然出现。 这两名普通人哪里是他们对手?王警官很快就被摔晕,阿征也被对方掐住脖子。 即将窒息时,一个身影突然出现。 这是已经消失多年的小妹,身为韩国棒法师的她果然厉害。 抬手师长一个法术,眼前的活尸整个身体就卷缩起来,样子非常诡异。 可这里的活尸数量太多了,姐妹两人顾不得寒暄,飞快跑进一处空房间内。 只见小妹顺速掏出身上法器,在月光照射的地方开始画符。 咒语念出慢慢生效,姐妹两人在身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 这是一个隐身符,可王警官因为慢了一步,没有进入符底范围内。 眼看活尸离王警官越来越近,小妹立即冲出隐身符,和活尸们展开近身搏斗。 最后三人通力合作,干掉了所有的活尸。 就在这时,王警官接到一个消息,上日之夜的老编会长终于想通, 他通过阿珍的直播发出道歉声明。 于是阿珍立刻返回公司,小妹则留下来和王警官,以及她刚刚过来的队友们,继续寻找巫师的中绩。 女孩来到一面图满诡异图案的墙壁前,立马认出这是一个隐身咒。 只见她随手在墙上一挥,瞬间破除了禁制,一条狭窗的走廊出现在眼前。 座人顺着过道,很快来到一处封闭的窗库中。 忽然有人不小心触发了机关。 眼前的大门伴随着强烈的白光缓缓打开,里面坐着正是印尼巫师。 只见她大哄一声,身体周边立即冒出无数黑雾。 瞬间叫警察长得死死的,韩国泵法师和印尼黑乌斯终于见面。 另一边阿征匆匆赶到直播现场才发现,便会长根本没有真心道歉的意思。 他们宁愿花钱买水军摆平舆论,也不想为自己放下的错误道歉。 阿征当即表态,自己是绝对不会播出这段毫无诚意的道歉视频。 这场愤怒的人除了阿征,还有这位新来的助理,此时的他表情有些古怪。 不经意间露出了手腕上的诅咒图案,原来他也是当初的实验者之一,而且他的父亲就是幕后的巫师。 女孩此时也不再隐藏身份,随手眨掉眼镜,一把推开想要劝输的阿征,飞坏朝走最后的目标老辩会长奔去。 会长身边的安保人员根本无法阻拦他分毫。 阿征则带着直播团队,在后面开启现场直播。 会长被女孩困在了一个小房间里,就在他一步一步逼近会长, 准备亲手了结他时,另一边实验室中的小妹也正在慢慢靠近巫师。 地面上的诅咒之力犹如泥潭一般,小妹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。 最终她还是来到了巫师身边,和对方展开了一场咒术的较量。 最终去中国留过学的小妹更胜一筹,诅咒解除的同时,女孩再次化为了一具尸体。 不是看着代表着女儿的女友破碎后,自己也跟随而去,这就是使用巫术的代价。 另一边边会长的女儿小慧走进房间,看见父亲没死,居然做了一件非以所思的事。 只见她搬下女孩的一肩手指,假装替父亲擦汗时轻轻易滑,老便立刻中了病毒,没几分钟便倒地身亡。 现在公司的声誉比老一倍净毁,只有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挽回。 小慧见有其他人进来,立刻装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。 谁知道老便在发表道歉声明的时候,身上一直带着小型麦克风。 小慧对父亲所说的话,已经被阿珍团队直播出去了,不用想也知道。 等待她的将是身败名利,铃铛入狱的下场。 好了,以上就是办法再次已的全部内容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